在一届也算是红头半边天了 这是高雄是一位胃肠科的名医 由于他这个问诊非常的仔细 检查时间也很长 他看一个病患至少要7点5分钟 网络上挂号一开放瞬间秒杀 但是病患等再久都要等到这位吴医生 在1月份的这个夜诊非常夸张 从晚上6点钟一直看到了隔天清晨5点 时间太长了但是病人很满意 护理人员累翻了抱怨连连 看诊间外坐满病患 大家都耐心等候 传出医院夜诊竟然看到清晨5点的 就是位于高雄市的这间医院 冤方证实院内的胃肠科主治医师 吴登强当天真的看诊11个小时 那又因为过年 所以那一次的病人就暴征 那吴医师其实他也是处于好意 因为他希望说这些病人 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过年的假期 没有药物甚至没有有些人必须要 急需要做一些胃经的这个检查 原来吴登强是胃肠科名医 现任高一卫肠内科主任 以及大通医院兼任主治医师 网络挂号常常一开放就瞬间秒杀 九周内的预约挂号全慢 以往看诊常常超过深夜12点 年初更从晚间6点看到隔天清晨5点 引发护理人员抱怨 因为有很多病人就在那个我们的门诊 我们的诊间那个地方 一直要求说必须要能够看到吴医师 所以那天又多挂了很多病人这样子 不过院方也解释事发当天吴登强看诊90个病患 由于他问诊详细检查时间长 平均每一个病患都要花上7.5分钟看诊 比起有的名医只看诊1.4分钟 时间多出五倍 也难怪病患都是死忠粉丝 等多久也要等到吴医师 吴医师平常对病人非常的照顾 所以病人他的病患本来就很多 虽然吴登强细心对待每个病患 但由于脱诊到清晨5点引发争议 院方也已经将网络预约挂号人数 从80人降到64人 并取消现场挂号 让他的看诊时间都能在午夜前结束 珍逊细检控院方高雄报道